1 3 2 1 等一下 太快了 大家好 小哥哥 艾瑞克 最愛 嗨 大家好 我是探索工人門市的Eric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Xperia 2022年最新改款 Ultra系列的充氣稅墊 首先我們從內容物開始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我們會看到的是有這一張 這是保固卡 那今年特別有強調的一個點呢 是我們這個2022新款的稅墊 它全系列都是5年的保固 那這在業界來說算是非常強的一個點 再來呢 這一包是我們的修補包 要是說我們今天上山啊 在野外等等的 那我們可以用這裡面的工具來做基本的補救 第三個 Ultra系列呢 它會附給你一個這個打氣包 打氣包它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是它相較我們的手打式的話 它速度會來的比較快 那再來是相較我們用嘴吹氣的方式的話 它可以有效的去減少我們的嘴巴呼氣 所產生的水氣去進到我們的碎墊裡面 那進而導致說 我們碎墊裡面有一些發霉的情形 那來去降低它的使用壽命 這個打氣袋呢 它是兩用的 第一用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充氣 那第二用呢 是它也可以當作防水壓縮袋使用 所以當你用不到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大包包裡面 拿來放其他你需要防水的物品 充氣碎墊 蛋殼碎墊等等的 它們到底差異性在哪 我要如何去選擇 對我來說 睡眠的舒適度就很重要 那首先第一點 充氣碎墊 它就是本質上來講 就會比蛋殼碎墊來的舒適度高非常多 那再來是因為我很注重它收起來要小要輕 因為我會自己背上山 那這也是我們充氣碎墊很大的一個優點 它就是收起來非常的小 然後背起來也非常的輕 那我們的Ultra系列呢 顧名思義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 Ultra Light 那就是極輕量的一個系列 這是一塊20單的抗撕裂布料 那原廠有特別強調說 今年它的這塊布 它的強度是以往的3倍 我們看到充氣閥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充氣閥呢 跟我們這整個碎墊是在同一個平切面上面 充氣閥門的部分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首先我們打開這個印 我們會看到裡面有一個綠色的檔片 那這個檔片其實就是一個逆子閥 簡單來說就是提升我們充氣的時候的一個充氣效率 那我們前面講了那麼多東西 我們這個Ultra系列到底適合什麼樣的人來做使用呢 那我以舉例我自己來說好了 我平常會去爬百月 我也會去開車露營 我也會騎機車露營 那我也會徒步去做一些野營等等的 基本上就是有關山的一切我都會去從事 那像我自己個人就非常的注重 第一個是睡眠睡墊的舒適度 那第二個是它一定要輕要小 因為我會自己飛上山 像這一款Ultra系列呢 就會非常適合那一些你很在意重量 很在意收納體積 又想要兼顧一些舒適度的人 就很適合這款Ultra系列的睡墊 那我們Ultra系列呢 它會分成三種形狀 那第一種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木乃伊形狀的 它的英文是mami 那這個睡墊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就是把我們正常方形的睡墊呢 把一些不必要的地方把它切掉 換來的是更輕的重量 還有更小的體積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一般最常見的這個 它是四方形 它就是中規中矩的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這個Duo系列 Duo它顧名實體就是雙人 X-BATE2022年的歐角系列有分成兩種尺寸 第一個是正常的m m的尺寸它的數據在這邊 另外一個它是mw 那w它有意思是什麼就是wide 那顧名實體就是加寬的版本 那數據一樣會放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睡墊 它這一次的命名它有所改變 像是這個它上面寫的是R1 然後接下來還有R3 R5等等的 那這個R是什麼意思 那其實是X-BATE它在今年 為了方便我們消費者去做一個選擇 那所以它直接把產品名變成是R值的一個命名方式 近年來環保意識的抬頭 那全系列都非常的在意我們的環境的永續發展 還有環保的這個議題 當然我們的X-BATE也不例外 在我們2022年全新的系列裡面呢 它都是有經過我們myeclimate認證的 再來呢我們生產製造 再到運輸 那甚至到最後販售 這整個過程它所產生的碳足機 都是有經過精算過的 那也符合國際上myeclimate的認證 而對我們這個新的歐橋系列 所以店有興趣的朋友 都歡迎到台北的公館集門市找我們 那我們都可以提供市場 或者是DM的服務 住在其他區域的朋友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到我們全國的各大經銷商去做選購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大家不要忘記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最愛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